酒量饭 現在正在清潔,清潔所有裝備才下水 我撿垃圾其實我時時都撿的 其實近幾年無論是靜灘活動 或者是海底的清潔都有做 另外有幫一些自願團體去做這些執垃圾和渡賞 想把保育海洋的知識灌輸給公眾的事 紅粗幼,有些是繩類,有些是魚絲類,尼龍草 都是需要很長時間分解 有些是膠,膠要600年才能分解到 所以大家就是從源頭減肺,用少些這些東西 跌落海的機率就低些 其實有九成都是陸地衝落海道 不是因為人們去潛水或者開船批 扔一些東西下去的海道 其實有時下大雨的情況就會衝落海道 很多年清理海洋垃圾 其實最常見到哪幾種垃圾 什麼都有,床上我收拾過 書包收拾過,眼鏡,關公像 關公像也收拾過 關公像也收拾過 關公像,當時我是不知道是關公 我看到有一個碗的問題,埋在沙地 我撥開它,一撥,整個關公在我面前 也反映到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它們會出現在水底呢? 另外一個很實際的現象就是 其實有80%的水底垃圾 海人垃圾都是來自陸地 也是人類造成的 所以我們有本站呢? 我們是有站 今天的情況,你覺得怎樣? 其實我覺得是垃圾總是有 但是又不是說好像一年前那樣 我相信是因為其實意識是長了一些 還有多了人留在香港 亦都出了一份力去幫忙做 海底清潔和靜灘的活動 怎樣去保護海洋? 其實保護海洋不一定是 只是玩水那班人 比如你洗完衣服 你都經排污系統 其實排了下海 這個也是污染 為什麼會經常被塑膠? 就是一個這樣的問題 另一個程度就是 其實我不玩水 我在家裡落裝 落完裝之後 那些花學生防曬 其實到最後都是經排污系統下海 另外就是教育下一代 就是怎樣去告訴下一代 小朋友聽 保護海的綜合性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看到這家人的來自住 你自己來自住 解決於民法 你自己去抗美 你自己去抗美